欢迎回来 新闻摄影不只是拍照 更是记录瞬间的历史 台海新闻摄影大赛 今年就选出历年得奖作品 台湾巴巴风灾的惨况 农民欲哭无泪的表情 都被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 而大陆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 还有劳工加班问题 也都忠实呈现 这些照片就像是一本历史课本 留住了每一个关键的瞬间 农民看着被摧毁的作物 表情尽是悲伤 居民在一片荒芜的土地烧纸前 这些照片记录下当年 巴巴水袋的惨况 荣获2010年台海新闻摄影大赛的首奖 新闻摄影大赛特地来到台湾 展出得奖作品 我们希望这个展览也能够来 台湾让我们的同业 甚至我们一般的民众 也能够看一下大陆的 目前的整个新闻界 他们的整个有关新闻摄影 这一部分的一个专业水平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活动除了分享新闻摄影的专业知识 更见证两岸这几年来的重大社会事件 2012年的首奖 记录下大陆河北省 17岁少年因为罹患骨癌 自愿捐赠遗体 眼角留下了青春最后一抹泪水 在台湾曾经红旗一时的消费券 呈现出台湾遭到金融海啸冲击的影响 以及贫富差距的问题 去年备受争议的文林院读根案 抗议群众挺身对抗警察的画面 更是反映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 以及居住争议的问题 这些记者用镜头留住每一个故事 大陆那边它整个 不管从专业人口 或是它一个题材的多样性来看 大陆都远远超越台湾 所以我们想说 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个两岸的 一个交流平台 对提升我们台湾本身这样 新闻摄影的一个专利水平 应该是会有所帮助的 这些摄影记者按下快门的瞬间 同时也记录了历史的痕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